电视剧中甄嬛的生育能力 绝对是作者给她开的金手指 别人入宫十多年都生不出一个 就她老母鸡下蛋 刺的噗噗声 多少危机都因为怀孕生孩子而躲过了 然而我们仔细看就能发现 甄嬛每次怀孕 都会死一个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人 或者出现一桩倒霉事 一头胎死唇儿 甄嬛头一次怀孕的时候 表现出了初为人母的喜悦 不止她高兴 和甄嬛交好的唇儿也异常兴奋 她摸着甄嬛的肚子说要做孩子的姻娘 推下手上的镯子送给甄嬛作为礼物 并且说将来要带孩子吃好多好吃的东西 把大家都逗笑了 然而这个孩子并没有顺利的生下来 在安玲蓉 舒衡交 以及华妃乏贵的惩罚下流产了 不止孩子没有了 唇儿也死了 她在御花园的甲山后面捡风筝的时候 发现了华妃正在卖官欲绝 最终死在了周宁海的手中 二第二胎死刘朱 甄嬛第二胎怀的是龙月公主 虽然公主平安降生 但是其过程却非常坎坷 甄嬛怀龙月的时候 正因为纯元故一事件被禁足在岁雨宣内 内务府不给他们送物资 饭菜也都只送搜掉的 甄嬛生病也不给传唤太医 摆明了是要让他们主服一群人死在岁雨宣里 关键时刻 小天使流珠撞上侍卫的刀子 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为甄嬛打开了生路 也是为龙月公主的出生开辟了生路 可以说龙月的生命是刘朱用命换来的 三第三胎死爱情 甄嬛出宫后 和果郡王与李在甘露寺暗结出胎 有了孩子 甄嬛在甘露寺上过得那么辛苦 还要各种劳作 就这样也能怀孕 真是要气死宫里那些女人 甄嬛本想从此遇果郡王双宿双飞 然而命运弄人 被皇帝派去果郡王去平定边 将叛乱逾期未归 甄嬛以为他死了 偏偏此时梅庄又传来消息 说他父亲甄远道差点死了 甄嬛为了查明云里的死因 也为了解救家人 这才开启了回宫上户口大计 最后顺利入宫生下双生子 虽然证明果郡王的死是虚惊一场 但是他俩的爱情 再也回不去了 四第四胎死英贵人 皇后甄嬛的第四胎 也是最后一胎完成了双杀 彼时甄嬛遭遇了回宫后的一次大危机 幻逼挑选入宫的英贵人 被不懂事的三案的规规 为了维持皇家的颜面 英贵人被处死 因为幻帝是甄嬛的异媚 多疑的皇帝又怀疑 这件皇家丑闻里有甄嬛的掺和 另一方面 皇帝也怀疑起了果郡王和甄嬛的关系 关键时刻 又又又是甄嬛争气的肚皮 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为他挡掉了一切灾祸 甄嬛还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明知道怀着的孩子留不住 绸缪利用他绊倒了皇后 在龙月的一生 皇额娘推了新娘娘助攻下 把姨修彻底拉下马 从此成为了后宫 独一无二的淘皮姐 甄嬛的生育力 虽然是作者故意安排的金手指 却带着浓浓的不祥 小生命的诞生 本来应该是世间最美好的事情 然而在后宫里 却往往和死亡伴随在一起 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